其實上星期整體資本市場的焦點 都放在Jackson Hole會議 放在鮑威爾的發言 很明確說到年底有機會減債 不過就不代表加息 資本市場就好像挺收貨 看到標誌連續兩天創新高 你的評估是覺得指數這樣升 你覺得見頂了嗎? 其實現在說立即見頂 可能還是早了一點 不過這就是上一次說 聯儲局議席會議記錄出來之後 已經有這個看法 因為明確表明年底應該會 開始減少賣債 也只是說初補收水訊號 去到加息就是很遠的事 對於我們現在來說 但是說減少買債 應該是初步開始 貨幣政策有一點沒那麼鬆的訊號 所以這部分我始終都會認為 未來的市場應該會慢慢反映 但是從今次Jackson Hole 原本想著Jackson Hole應該推出之後 大家都可能有一個調整的 誰知就反氣好而癢 因為始終有辦法 這些短線的情況就是 有時候都破隨的 如果你說真的很短線的話 這次就似乎不是 似乎還要再升 可能會多走一會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我覺得在年底之前應該會有一次 即是怎樣也會有一次比較深一點 準確一點說 就是過往今年的每次調整都是屬於技術調整 其實調整的意思就是 三大指數指是 落到50天平均線 就止步的 一定到的 即是一到50天線就立即全世界 衝出來買回東西 但是我自己看 我覺得今次 即今年應該會有一次 是跌得深過50天的 至於你說跌多深呢 我自己看不是股災來的 但是可能會是踩多下一格 即是可能最終的調整深度 是大概說可能50天線 到150天線之間那些位 如果用現在S&P500 大概可能是4200點 不過隨著下去 即是月近年底 因為你其實指數一直升 會繼續升 其實這顆數是會向上 輕微推高一點的 對於投資者來說 那策略怎麼做呢 即大家都一定會這樣想 首先就要視乎你自己的倉位情況 我自己的看法是覺得這樣的 如果你本身拿著的倉位 美股相關的 其實可能都已經佔你整個 整個全部的 可能都有七成或以上 而現在的現水平 是都賺錢 因為都很正常 如果你拿著七成以上的話 美股都應該是賬面證回報的 我其實會建議你現在開始 逐步高位就減遲一些 大概減遲你整體倉位3.1來 然後剩下的那些 就是等到年底 即是有一個這樣的調整的時候 就不用怕的 到時可以重新吸納回報 就會是這種做法 但是你說對於美股 譬如說會不會想著見頂 高位做淡 諸如此類 我自己的看法是會覺得 如果一般投資者 我就不建議 當然職業 即是打擊職業的 就會有機會做事 但是如果你說一般 你說就不會了 是的 怎樣說呢 譬如現在去到4400點的水平 即是4500點 其實去到4200點 你的評估就是有一個比較深的調整 其實跌不夠5% 是的 因為其實 又這樣說的 如果 即是美股 如果美股要出現一個 超過10%很深的調整 其實在說的 就應該會是一些 可能不止貨幣因素 還要加上一些 譬如地緣正值 是的 或者經濟上的比較大因素 如果你說在前面 現在會有機會出現的 就是我們說的 即是新冠肺炎 Delta變種的部分 但是如果以暫時的看法 就不是太似會很有問題 因為雖然就說 即是Delta變種暫時 沒有疫苗出到 但是在說舊的 譬如說 MRNA系列的疫苗 就是撇除剛才說 有移密那樣東西 大家會擔心 那些安全問題 本身那種疫苗打進去之後 就算是感染到Delta也好 其實那個 叫做重病率 都是比較偏低的 所以變成 即死亡率會降低了 會降低了 然後 其實對於 尤其是歐美 其實歐美那些人普遍不害怕 他們就算這樣的確診 或者甚至乎死亡數字 都照舊不戴口罩 照舊出去 開派對 所以他們的情況就不會很影響 因為坦白說 從經濟或金融角度 是純粹看經濟活動的 那他們不會降低就沒事了 變成現在的情況就不太相似 美國會 可能到年底會出現一些 叫做封城的現象就不太相似 Thomas的看法就是說 到了年底才會有一個 比較深一點的調整 暫時都會在高位橫行 也未必說再夾上去 但是大幅下跌的機會 或者時機暫時還未到 現在要記中了 他現在的標準 反應者們在深深深深執 跟坦白說 其實我們要記中的 底部很高僅 李廣地方 就算一下 所以他說 是 συ脫下現 似乎